武打男星张静在电影夜问外传 张天志饰演主角张天志 片中有许多精彩武打戏 他16日受访时提到 刮伤 瘀青 肿胀每天有 最严重的一次 是跟星际异攻队中的毁灭者 大夫巴蒂斯塔的对打 他因撞到霸台 咳嗽时感到胸口疼痛 原以为是肋骨裂开 就诊后发现是肋骨软组织损伤 虽然打戏让他遍体鳞伤 却也促进和老婆之间的感情 张静因拍戏受不少伤 表示出门去受伤 回家再养伤 对于小伤不会特别跟老婆蔡少分题 至于大伤则说 严重满也满不住 他知道会一边骂一边心疼 他因获得福 有时因伤势在家不能走动 却换得和另一半聊天的时间 蔡少分还特别学会拔罐 梅花针疗法 甚至买人体却味图来研究 张静笑称 我就是小老鼠让他做很多实验 但有次却失手弄错部位 本药制感冒却误差在肠胃的穴位 20分钟 让他哭笑不得 他1998年加入著名导演 原和平的原家班做替身和武术指导 2000年从幕后走向台前 拍摄多部影视作品 及担任武术指导职位 累计不少旧伤 但他说 打人比挨打难受 他曾把别人鼻梁打断 也把郑家颖的替身打到轻微脑震荡 嘴巴掉 在医院躺二天 虽然打戏风险多 但不减他的兴致 拍动作镜头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成就感 观众对我预期的标签不是我可以想象的 至于未来还想跟谁来场对首戏 他思考了一下 透露希望能和成龙 李连杰合作 该片将在26日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